就是他就可以幫你篩選出 6日跟是不是國定假日 這部分我等一下再來講 這個下拉式選單也是常常用到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要自己去算的話 那很麻煩 而且你用下拉式選單的話 使用者比較不會做錯 為什麼?因為自己key上去日期的話 你看一下這個5天就自己key5天 我想一定漏洞擺出 常常出錯 可是如果你用選的話 我想也沒有錯的空間 另外最後甚至可以把一些什麼呢 不能夠修改的欄位 儲存格通保護起來 保護起來之後他就不會亂key了 再來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在後面把訂單的編號加上去 把這個地方另外的編號加上 加進去之後的話 我們將來客戶的部分 就可以讓使用者用什麼?用選的 點了之後後面這些資料 來源實際上是從後面的這個範圍而來的 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產生一個下拉選單 這個下拉選單是從後面的工作表而來的 而且是活的 將來如果增加的話 也可以自動去把後面的資料帶過來 這樣就比較合理 其實資料庫很多也是這樣做的 OK那我們比如選其中一個 他就自動幫我把002的相關的他的名稱 他的電話 他的地址通通通帶過來 那再來就是底下的話呢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訂過 訂了哪一個他自動幫我帶過來 那數量多少的話也是下拉 最多就十個了 如果說公司這個訂單最多只能訂十個 那你就訂十個就好 就跟你們在網路上下單一樣 那數量最多就是幾個就幾個 你也沒有辦法自己在Key 那比如說Key了幾個之後 你會發現最後就會有個總額 那總額之後呢 如果我們最後這一筆交易呢 我要怎麼樣呢 把它存起來才有意義嘛 不然你做完之後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 好像做個樣子 那沒有意義 所以最後的話呢 旁邊就加一個訂購 那訂購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就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可以把這個 比如說我希望儲存幾個資料 包含哪一些呢 我們後面加一個訂購明細 上面假設 我要把這二四六八欄的資料 要存起來 那這個是一個Sample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這八欄資料 存起來 那存在哪個地方 我想 以前的設計多塊也會 把它存在資料庫裡面 可是資料庫 這個有時候魚人水就不了進口 或者你只是很簡單的需求 你何必殺機用牛刀呢 所以你只是要把它存在 Excel裡面的話 那你就在Excel建立一個工作表 把工作表當成是資料表來使用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或者你可以在資料表這邊 在最後再把它傳到資料庫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不要說一下就傳到資料庫 你可以漸進的嘛 在這邊最後再傳到資料庫也可以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其實可以可以思考一下 最後我們做完了 選完了 這筆訂單我要怎麼訂 然後就按一個訂購 訂購的流程需求很簡單嘛 就是把上面有八個資料